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接连翻转了威斯康辛州跟密西根两州 但是由于差距其实非常的小 总统川普现在要求威州要重新计票 那么也提出了诉讼要求密西根州跟宾州停止计票 挺川普跟挺拜登的两派人马 就开始在底特律的街头互相砍吼铐对峙 不但威州州长痛批川普这样的行为太不负责任了 连宾州州长也说 川普阵营企图破坏民主程序的做法令人相当的不迟 共和党支持者群情激愤在密西根州 底特律计票中心高呼口号 要求当局立刻停止计票 常外民主人士也不甘示弱 高举标语力阻川普阵营干扰选举 总统川普眼看对手拜登逆转胜 锁定密西根州维斯康星州等微服落后区 发动法律战 要求这两州必须停止或重新计票 不过威州州长出面澄清 选误绝无不公 而另外宾州也被川普要求停止计票 宾州州长召开记者会痛批川普阵营 破坏民主程序令人不齿 看来超级摇摆州 何时确定选票还有得吵 吉尔政府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